貪圍門口的立牌紅龍 被強風吹得東倒西歪 像推骨牌一樣 一根接著一根接連倒下 不只立牌被吹掉 連夜市的止路牌 也不敵強陣風被吹倒 花蓮東大門夜市 受到小犬颱風外圍環流影響 出現零星災情 貪犯拿起身子 將鐵欄杆一圈一圈的圍起來 牢牢固定住 因為風雨之後會更明顯 但是就是把這個鐵門綁起來 就嚇到啊 就嚇到牠怎麼突然斷了 就不知道是什麼東西 卻有這樣過嗎 沒有沒有 強風造成災害 台南90年的龍山宮也受害 整個主壇一早被強風吹得 完全倒塌 牌樓也全部受損 龍山宮原本在進行第三次見叫 也因為小犬颱風緊急喊咖 沒想到颱風還沒來 就先造成主壇回損 整個熱情我剛剛出幾個 但是我們的強風 我們加強更更新的 這也是對我之中很大顆粒 廟方原本打算拆掉六船的設施 沒想到還沒拆完 就因為刮來強風造成災情 現階段只能進行清除 先做好防派準備 金新聞黃宇軒劉坤日常報導 按讚 說話 動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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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